台北市長柯文哲之前爆料說 選前有企業家捐了3億 給對手連勝文 到底是誰 周玉寇公開點名是鴻海老董郭台銘 鴻海火速說要控告周玉寇 妨害民喻 還要求民事賠償1000萬 另外再加碼捐贈1億 給公益團體 在今天要先民事地狀 而周玉寇也嗆聲回應說 要控告郭台銘威脅恐嚇 北棒球場就3億元 今天連勝文出席活動的時候 被問到3億元這個問題快閃 快閃離去 連勝文不願回應選舉期間 有沒有收到3億元企業捐贈 倒是誰是3億先生 資深媒體人周玉寇直接點名 節目上周玉寇直指 鴻海集團董事長郭台銘 就是捐連勝文3億元的藏進人 我要請教鴻海集團郭台銘先生 請你站出來 請你說明 你到底有沒有告訴柯文哲 我已經捐了3億給連勝文 我不能跟你見面 你必須出來說明 炮火猛烈 槓上郭台銘 周玉寇還三度在節目上 向郭董喊話 要他面對臺灣社會的質疑 鴻海集團的一個負責人 雄霸全球的聲明 威名跟形象 你可以任令這一則消息 四處散意嗎 所以我要挑戰鴻海集團的郭台銘先生 如果不是事實 也請你出來說明 面對接二連三的質疑 鴻海集團立刻以聲明搞反擊 針對周玉寇的惡意抹黑 郭台銘已經違請律師 控告周玉寇防害名譽 並且要求民事賠償一千萬元 捐作公益 而周玉寇更在第一時間 隔空嗆瞎 郭台銘不站出來說明 就揚言提告 甚至回擊 你控告郭台銘 威脅恐嚇被放 求償三億元 郭台銘過去不止一次 和媒體槓上 外傳素有500人 法律部隊的鴻海 在商場競爭 或是對抗媒體從不手軟 從假扣押記者 邝文奇事件 到對大陸上海財經日報記者 索賠三千萬元人民幣 多年來 公告媒體記者不下次數 郭台銘這回被周玉寇 直接點名隔空互槓 也因三億先生到底是誰 再度引發熱議 記者陳子豐 首輪台北採訪報導